来看到台湾的处境 唯有更强 才能够走出去 获得尊重 台湾的团队 在中国大陆 怎么打拼的呢 最新的超奈米防水导电技术 台湾团队独有 能够运用在两栖无人机上 而这超奈米的鲜化技术 更结合了放肢 做出了刀枪不入的防弹衣 以及防弹纤维取代 传统笨重的钢板材料 同时这一项 由台商所研发的科技 已经跨界发展新农业 好几项的运用 让这个来自于台湾的团队 在上海的亚洲CES电子弹上面 得到了最佳制造商技术奖的肯定 水空两栖无人机 精便就这样赤裸裸泡在水里 居然不会发生短路 浴缸塞进灯泡持续照明 吹风机水中也能保持运行 关键技术来自台湾团队研发的 超奈米防水导电科技 耳机放入水中也搜得到蓝牙 我们现在在水里面这个灯 是持续持续的发亮 代表它现在在导通 那传统的一般的防水是怎么处理 它是用三防胶 防水胶来做防水处理 那这样子的方式 虽然可以达到防水的效果 可是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散热散热非常慢 以前听说过这个东西 但是说这么薄 这是我没听过 它的核心技术 就是把这个物质细化 到这个0.5到2纳米之间 所以它非常的细 那非常的细 就可以让一些3C产品的涂层非常薄 所以能够穿透让它可以通电 比起传统防水处理 成本省去一大半 只占原本的一层 这套奈米细化科技再结合纺织 创新材质也能穿上身 穿在身上的背心似乎暗藏玄机 拿美工刀隔着指猛歌 指烂成条状底下背心却丝毫 无损坏痕迹会这么神奇 背后就靠这个 拉扯看似黏糊糊 瞬间施加压力反而变硬 触感类似黏土的材料 是经过奈米细化处理的 软盔甲材料 拿出热狗猛力一砸 瞬间压碎 但是包覆了软盔甲材料 再次重击 里头热狗完好炉出 展现防护力 相关技术做成新型防弹纤维支品 告别过去防弹衣笨重的钢板材质 且已经透过美国怀特实验室的涉及测试 软盔甲材料做成防暴漆 车门喷上防暴漆 与未上漆的车门比一比 子弹一打见真章 内米细化技术运用变化多端 更能跨界开创新农业研发防虫网 因为有效隔绝了过多热源和紫外线 我们的防虫网不一样 是将驱虫的材料 纳米细化后 直接植入纤维当中 本身能够释放出驱虫的距离波 让虫虫连网子都不敢靠近 因为没有虫害 就不需使用农药化肥 食物当然不会受到污染 台湾奈米技术 进军中国大陆市场 多角化应用 更进一步开创绿色经济